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过,日本人是有史以来我见过的最卑鄙、最无耻的民族。 法国总统戴高乐评价日本。 日本,这是一个阴险与狡诈的残忍民族。 这个民族非常势力。 其疯狂嗜血程度,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吸血鬼德库拉。 你一旦被他看到弱点,喉管立即会被他咬破。 毫无生还可能。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鳩评价日本人。 日本人的性格是非常变态的。 在欧洲人看来,日本是一个血清变态是杀成性的民族。 日本人顽固不化,任性作为,刚愎自幼,愚昧无知。 对上级奴言悲惜,对下级凶狠残暴。 日本人动不动就杀人。 动不动就自杀。 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心上。 更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心上。 所以,日本充满了混乱和仇杀。 东以貌柔顺的伪装。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,早在盛唐时,即已显露无遗。 唐大宗时朝鲜内乱。 中国英心罗之情以宗主国身份平乱。 唐高宗荣祥三年公元663,日本以援助百计为名。 出动周师数百。 占领锦江口。 唐朝不得不遣留人鬼领兵机之。 人鬼欲窝兵于白江口。 四战节。 焚齐周四百搜。 艳艳长天。 海水皆赤。 见众大字。 1200多年后的甲午战争,与这一幕和其相似。 同样是朝鲜内乱。 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。 然后日本乘机寻衅。 然而,强弱意识。 甲午之战的结果是, 日本吞并朝鲜,图成旅顺,歌曲台湾,目惑暴力。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。 给日本国民带去了巨大的欢乐和利益。 显然, 日本人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, 不过是他们崇拜强权的特性的表现。 当时的日本尚处于近乎蒙昧的时代。 无论在文化技术和国律上都远远落后于大唐。 于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道中卧学习制造工艺、建筑美术、典章制度等等。 并仿照中文草书偏旁等,而造成日文。 使日本开始走出原始时代。 完成所谓大化革新。 日本人向唐朝称臣的目的。 无非是要通过引进文化,来改善他们蒙昧落后的状态。 当时日皇级告诫其实者。 言语闭合。 理议闭睹。 无声嫌疑。 无为诡计。 使称东一貌柔顺。 没有识别窝人的伪装。 从墙比弱的日本人。 二战后。 日本对美国先衣百顺。 连天皇也每天早晨起来,就去给曼克阿瑟鞠躬行礼。 获得美国的信任。 以从中国和亚洲略得的资金购买装置,和获取先进的技术。 如汽车、电器、半导体等。 一旦感到语意丰满。 就开始看不起美国人。 把美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,说得一无是处的日本敢于说不。 就是一个例子。 在日本人这种对强者的恭敬面前。 善良的中国人看不到日本人的目的。 而把他们当作了谦卑好学的朋友。 李白就曾写诗哭记阿贝种马履。 中国人确实是重情义的民族。 但是日本是如何回报中国人的善良与帮助呢? 以唐朝之强势。 日本人吃了半仗之后,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侵犯。 而且他们表面上,还对中国非常恭敬。 不时派人朝贡,领取赏赐。 但一旦中国示弱,日本立刻变了态度。 宋朝义兵太甚。 版图收缩。 国力疲弱。 于是,日本便不再朝见中国天子。 而向北方势力日盛的辽国称臣。 只是从中国引进立法、医药、印刷等技术。 到明朝时。 更有日本民众自发组成团队,到中国营海行杀人越获之势。 明史记载窝人在方物容器。 出没海滨。 得问责张其而策侵略。 不得责臣其方物而称朝贡。 开始时。 他们还假装是入贡使者。 一有机会则杀掠而去。 没机会就城上土产换取赏赐。 明太祖宏武二年四月。 窝寇数次侵略苏州、崇明。 杀掠居民。 截夺货财。 此后窝幻连年不断。 到明城祖时。 其规模越来越大。 大的寇群多达万人。 小的数百人。 其据点深入沿海各省。 到处为害。 已形成一股极为残暴的海盗武装。 其所侵犯的地方。 无不杀个鸡犬不留。 如城祖三十四年。 帕陵一带窝寇犯诈谱。 海宁。 攻陷崇德。 转略西塘。 双陵。 巫镇。 陵湖珠镇。 杭城数十里外流血城川。 寻辅李天龙束手无策城祖四十一年春。 窝县福建永宁位。 大略数日而去。 复宫永宁城。 破之。 大杀城中居民。 焚毁几近。 总计沿海巫寇肆虐达七十八年之久。 明朝天下骚动。 耗费国库巨额经费。 军队死伤数十万。 后京七纪先等。 与之苦斗多年。 才告平息。 但中国也因此元气大伤。 而巫寇屠杀中国居民十多万。 抢劫财产难以计数。 更从此开始轻视中国。 企图灭亡中国。 明万历年间。 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。 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国之后。 出兵二十一万。 攻占朝鲜。 抑郁以朝鲜为基地。 一举征服中国。 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。 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。 将朝鲜王移至日本。 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。 即向印度进军。 这一计划的主旨。 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。 迁移到大陆。 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。 在封臣秀吉时代。 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。 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。 明朝虽然内政疲蔽。 外交乏术。 但毕竟是各大国。 例如松出兵朝鲜与巫兵论斗。 尽管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巫寇的矫技。 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。 封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。 却鼓舞老后来的日本人。 此后。 日本的战略家们。 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定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。 1927年。 田中一一的占买蒙。 灭中国的详细计划。 可以说是及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。 其被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,与其用心之险恶,计划之周密。 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,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。 根深蒂固的恶意。 缺乏危机感的中国人,却似乎并未把日本的威胁放在心上。 使一直在暗中窥视等待时机的日本人,终于找到机会。 刚从西洋学会了制造枪炮。 便立刻拿中国人开刀。 1894年,引诱清朝出兵朝鲜。 然后借保护侨民为由。 向中国不勋而战。 攻城掠地。 奸民杀戮。 逼迫蜻蜓割地赔款。 此后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更是猪狗不如。 成了杀光、抢光、烧光的物件。 男人的脖子被当作鄙视刀锋的试验品。 女人被日本人任意坚引后开诚破肚。 儿童成了日本人刺刀上的玩物世界。 历史上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一样遭受过如此的耻辱? 在唐朝以后的所有年代。 包括宋、明、清、民国。 日本人对中国不但没有尊重。 反而一有机会就疯狂地侵略破坏、烧杀抢掠。 日本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恶意。 日本人以恶意对待中国人。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对不起日本的事。 而正是因为我们教了日本人大多的东西。 日本没有创造自己的文明。 他们引进了中国文明作为其文化的根本。 日本人要称霸世界。 必须首先彻底打垮他的启蒙老师依中国。 以定除他固有的自卑心理。 一旦消灭了中国。 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标榜为世界文明的一只。 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。 自欺欺人的善意。 多年来。 很多反映日军侵略的电影。 都带这样一个套路。 黄军凶残。 但总有一两个有良知的日本人, 不惜生命同情帮助中国人。 这样拍的用意很明显。 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,问一问。 这种情节的构造有事实的根据吗? 这种到处都有好心的日本人的现象可能发生吗? 答案是否定的。 在南京大屠杀的几个星期内。 没有证据显示,有任何日本人救过任何中国人。 倒是有一个德国纳粹党员叫拉贝的实在不忍看日军的受刑。 敢于当地人民平日对他的友善。 保护了很多人。 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。 没有任何记载证明, 有电影里那种浪漫的日本人救中国人的事情。 倒是有不少中国百姓抚养战后,被父母遗弃的日本婴儿的事迹。 如果真有电影里那种善良日人。 当年的保护人已被保护人,今天岂不会成为新闻里大力宣传的物件。 这些电影和类似文学作品起到的作用,就是在观众头脑中,造成了一种假象。 认为日本人其实跟中国人差不多。 他们的暴行只不过是因为受了军国主义的灌输。 显然,这种将一切归咎于军国主义的说法颠倒了故国。 日本的残暴由来已久。 从中国历史看,至少可以追索到明朝的倭寇。 如果从日本本身的历史来看,施杀的血腥特质,其实是其文化固有的一部分。 军国主义的产生,实际上是这种特质,发展到高阶阶段的必然结果。 而不是相反。 应看清日本的真实面孔。 今天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交往,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。 中日人民之间的敌意,也随着互相了解的增加而深化。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,日本正是通过侵略,使自己变强而他人变弱。 奠定了其今日繁荣的基础。 今天的日本处处把自己当成亚洲在经济和文明方面的领袖。 妄图处处高中国一头。 这也说明,日本的狼性一直没变。 如果不能将日本彻底制服,早晚会有吃人的一天。 我们不能只希望日本作为中国的兄弟和友好邻居。 因为他根本就靠不住,唯有我们自己一直强大,才会让豺狼顺服。